洪朝风1960年出生于中国大陆 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 香港大学音乐系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演员 1983年开始在电台主持音乐节目 题材有西洋歌剧古典音乐 怀旧京曲等至1997年3月过档新城电台 并于3月2日凌晨12时 徐举行签约一事洪朝风在80年代的娱乐圈 是一个娱乐才子 他可以主持各种领域的节目 他曾连续6年获得香港最受欢迎的节目主持人 他不仅在主持结婚的有声有色 也跨界演艺圈参演了电视剧《九阴真经》 社雕《英雄转》《南侠展昭》《包青天》等等 他还出过自己的专辑 时段情 1998年保永勤与肖永峰分手后 接受当时在新城电台任DG的《红朝风》访问 保永勤被《红朝风》吸引很快 两人便公开恋情 保永勤比《红朝风》年长6年 他曾形容恋情为置之死地 而后生二人相当高调 多次接受电视台及杂志和媒体访问 又曾一起做电台节目拍拖看歌剧等 这段轰轰烈烈的恋情也仅仅维持了一年就结束了分手时 两人还互相接底成为了娱乐圈的笑话 也是这时候《红朝风》的精神 满满出现焦虑甚至濒临崩溃 且言行被指有点不正常 有传媒把他与蔡风华拦截英 陈宝莲戏称为四大巅王 更加狗血的是两人互相接底之后又复合了 没想到后来保永勤因病去世 而《红朝风》却饱受精神折磨变成疯癫状态 至今都还没有恢复 偶尔还能看到他光注投拉他的在大街上 《红宝莲》结束后 《红朝风》 赞出香港2004年在广州人民广播电台主持清坛节目 《广州聚焦华山论检》 亦在美国洛杉矶上午1430花月电台主持清坛节目 00000半个钟和日月星辰病情稍好后 于2011年回归香港重拾电台工作态度积极 于8月加盟 香港数码广播有限公司的数码大戏台主持音乐节目 随后在12月14日转头 同旗下的另一频道数码大戏台 主持《红朝风》时段深夜节目 至一年5月22日宣布 于同年6月1日完成电台节目后 结束电台DJ生涯 准头发展唱歌事业 并准备参加中国达人秀 2013年 据香港媒体报道 拥有大喜大乐人生的红朝风 于5月告别30年广播生涯 7月8日 记者发现红朝风与僧侣在闹市漫步 两人边走边聊非常投契 即使不少徒人认出这位通过造黄初位的才子 但他完全是若平常 原来没有工作的日子 《红朝风》用大做治理身心 即使无太多的收入 但仍有孝春儿子帮补家用 每月4000元港币也足够生活 53岁的他走回平凡人 何物不得来 如果将后悔覆用 她朝风